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信 私语 杂念 这都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东西 1987年3月8日 宣化上人开示 我们做禅要懂得为什么要做 禅究竟是什么? 禅是思维修 净律 因为平常我们不想修行 被六根六尘六石所迷 因而忘了修 现在坐着 就是要回光返照 不到外边去找 要把里面收拾得干净 即使收拾狂心野性 私语杂念 这些都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东西 假如有人狂妄自大 与别人无缘 或只想发财 想享受 自私 自利 打妄语 向外持球 贪 争等 这都是狂心 人若一坐 回光返照 把七情六欲 六根六尘都照透了 就在此处要思维 我是天天向外持球 还是返球诸己 要擦擦自性的镜子 即是大圆镜制 这个大圆镜制 本来通天彻地 但暂时被根尘之镜所遮盖 所以神秀大师才说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浮世 是物时惹尘埃 菩提树即欲觉悟 明镜台是指大圆镜制 要时刻收拾干净 不要让它堆称构 这个大圆镜制 本来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无所不见 现在却被六根六尘 即根尘之间所生出之六十所诱惑 故向外攀远持足 不知回光返照 思维修 即是回光返照 返求诸己 不要每天挂着升官发财 功名利禄等事 有人问 这样做人还有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做人很有意思吗? 你所行所做当真有价值吗? 对你的智慧真有大帮助吗? 也不见得 若能收拾大圆镜制 则照天照地 光明辩照三千大千世界 再也不愚痴烦恼 这不很好吗? 如活活的把自己困在地狱里 难道这样很好吗? 修行就是为了断烦恼 现在你的烦恼一大堆 每天把它当饭来吃 觉得一天不吃烦恼便不能过火 这种生活 这种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 参禅就是要置心一处 再不愚愚烦恼 再不愚愚烦恼 纵使天塌地震 原子弹爆炸 也随它去好了 不要管 这岂不是不管事事? 你真的能管吗? 不要说你是个普通市民 就是世界各国元首 他们能管得着 能令所有人没烦恼吗? 联合国的领袖 能管得着所有人的心吗? 不要说他管不着旁人 连他自己的心 他也管不着呢 你若真能无烦恼 能使世人平安 才算是世界的领袖 既然你目前办不到 就要从自己身上着手 勿使自己不争、不贪、不求 不自私、不自立、不妄语 如是则不会制造更多利器来染污环境 反而能补天地正气之不足 消弭世界上的毒气于无形 本来坐禅是为了除毛病去贪嗔 但你又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 且又要成佛 那简直是发狂! 有人说 你一讲话就骂人 我不是骂人 是骂鬼 因为你的肚子里有鬼 才使你周身不舒服 鬼不高兴就叫你不要坐 话说回来 我们可以极此良机 好好地收拾一下大圆尽致 你说我不会收拾 你不会就要学忍耐一点 骂 慢慢便学会如何收拾 为那打尹庆开静后 大家可以把腿慢慢伸出来 活动一下 要慢慢地 要慢慢地 要斯文 不要粗里粗气 这虽然是小事 但就要在细节方面学会调身、调心 在一个真正的禅堂里 无论做多少人 也不会有很多嘈杂的动静 大家都专心 关照画头 好好运功 对 对 好 这个